7月23日,北电议考成绩公布,夏梦第一名,张子峰全国第三名,演员刘嘉一全国第八名,周琪全国第九名,鸭语家全国第二十二名,众多网友纷纷为他们送上祝福,恭喜子峰妹妹,还有小欢喜的两兄弟,以后都是同学了。 前几天就有消息称张子峰通过了北电议考,成绩不错,但不是第一,看来网传消息属实。 不过随即就网友表示张子峰这样的成绩,还不能拿第一吗?毕竟子峰妹妹也是百花奖年纪最小的艳后。 提名金马女配,华婷奖最佳女配,很多网友表示能打败张子峰第一名一定很厉害,知悉第一名的夏梦出演过新南联大和广告片等。